作词 作曲 刘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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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初听到色情 这个title的时候 第一个闪落脑汗里的画面就是 当然就是大家同样想到的那种 色情 就是比较暧昧的那种情景会出现 可是就经过了解之后呢 就发现了原来我们的色情 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种色情 就会有一些跟真正的色情有一些触目 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惊喜 第一嘛 制作人 我想他对我应该也是比较放心 而且他这整个剧本的角色里面 可能他的年龄层跟我的也蛮接近 然后我相信我本身也是有 一个角色里面的一些人子 所以他才找我来演出这个角色吧 这个角色呢 是我从年以来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 因为我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 做出几个不同的角色对话 有一些精神还有肌体上的一些自己 这是我导演对我的要求 就是比如说我在思想上 我是在想着另外一些东西 可是我的肢体 我的身体里我在做着另外的一个 是跟我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想法 所以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高难度的一个表演 可是我相信在产生下去的话应该会恨不怕 色情男女 11月8号 请工作们尽快来晚票 我们舞台上见 四七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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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九十七女 15五十五rian 四七男 consumed 四八九 四七五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